好的 我们接着来讲一个任务 那这个任务地点的话 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新茶海中枢 上边这个传输锚点 好 过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面前有一个地厅 对话完毕后 我们就可以接到这个同行任务了 那下一步 我们按照任务指引 往这个西方向前进 你可以看到 三月七的话就在这里 和他对话 接着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这个流云度 按照任务指引 我们来到这个下面这个传输锚点 好 这边的话有个发光点 接着我们跟着这个小家伙前进 调查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进入这个秘境 开始挑战 好的 我们进入这个秘境 在我们前方的话 有一个云奇队长 好 咱们先对话 这边的话要我们调查这个线索 总共的话有三个 那第一个线索的话 你先往这个东方向 然后这边的话有三张桌子 你来到第三张这里 调查 那下一个点位 前方有一个 这个小鸟看到没有 调查 接着我们将视角调到我们北方向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面前 有个发光点 调查一下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回去 看来星河斜碎的影响 在逐渐加深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控制装置 向左移动 好的 我们接着的话 继续跟着这个地厅前进 那我们下一步的话 要护送这个禁流同行 那我们首先和他对话 好的 我们按照任务指引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左转 那我们先将这个怪 咱们先清一下 打完之后 我们继续前进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调查一下 好 这个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点击这一个 然后我们右边旋转两下 我们再点击这一个 然后我们左边旋转三下 最后我们点击这一个 然后右边旋转两下 坐到这边的话 我们要和这个禁流 比试这个剑术 好 咱们先上去 将这个怪先清一下 好 我们继续前进 你可得好好努力了 不然给你一搜新茶也赶不上我 好久没有如此尽兴了 好 我们最后的话 在这个地上我们调查一下 我们出来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长乐天 然后我们从上面这个传输锚点 直接过去 我们进入这个神车府之后 我们回去找一下这个警员 和他对话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任务就告一段落